就这个调用堆栈 就是它这个地方是你这个调用堆栈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 这个时候它的一层一层它是怎么调用的 这个东西前期我不是很推荐你们用 到后期将来就是过完学期以后再用这个东西 就是工具就是可以用 但是也不能说是一上来就把这些东西全用了 就是你前期要学会观察它 你这个研究下你可以做一个变装的一个功能了 你这个 好 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数据包的这个事情就说完了 那么怎么样把它给我们怎么样把它给利用起来 我们下面我们就把这个代码给写一写 然后首先第一步是我们生成一个data对象的一个地方 那么data对象在哪在这 他首先的需要一个什么呢 首先是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需要一个z子声 这个z子声来自于edi 而edi来自于我们这个115b0c0是吧 115b0c0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步要从115b0c0里面 把edi读出来 然后呢传入参数 然后呢得到我们的EDS 你回我一下微信 你回我一下微信 为什么呀 猪什么为你什么 是的 确定是啊 确定 关吧 滚蛋吧 丑八怪 再见 再见 你说啥 应该刚才伤了就混乎一遍 刚才一阵抽搐发生什么事了 我刚才没人在讲课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在跟我你什么时候跟我打这视频啊 想想不给你闹了我讲课呢 我讲课呢拜拜 老师这是C语言吗我为啥看不懂 这是C语言背后的一个东西 这不是C语言是C语言背后的这些东西 就是学C语言的你要先看它表面的东西就是看语法 看完语法你要看底层 就是这个C语言用什么软件比较好啊 C语言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你说学习C语言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我一般用两个 首先第一个呢 我会先用一个叫做默默的软件 然后呢这个软件呢让我特别快乐 因为辛勤愉悦是学习的一个基础 而且呢还会刺激我学习 因为用完默默以后总要得花钱是吧 然后用完默默以后呢 接下来还得用VS2019 那么这个是用来用来学习的一个软件是吧 所以就这两个 你给我一拳有人打我 然后呢来咱们写代码吧 那么首先第一个啊 先分析这个函数的一个参数啊 这个函数的一个参数是第一呢 EDI放到了同位115B0C0得出来的是吧 好来用这个先把第一步写了 来把我的这个把我把我们前两天这个破代码给他弄上来 家庭地位高的男性凯末都是吹牛逼 没有问这不急着给你们讲课呢 你说我现在讲课讲着讲着去打媳妇打上两小时 那你们心里什么感受 是不是觉得老师对你们不好 觉得打媳妇比讲课都重要 对不对 那多不专业啊 所以为了你们我今天才放过了他 他等会肯定会给你们写一个感谢信的 由于一道云学员的这个热爱学习的态度 我今天躲过了一截 少了一栋独打什么 这里能不能不用汇编写 不用汇编写你更看不懂胖胖虎真的 不用汇编写你更看不懂 我用汇编写你都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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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让我用汇编写还是不用汇编写你自己说吧 不用汇编写行吧不用汇编写就不用汇编写了 用c的好好好天你大 这个说实在不想再公开课讲 这个 就以后我跟你说以后你们看到这种写法 你们你们以后看到这种写法 你们都知道 你们都知道这是你们师兄弟 就是我我跟你说 我这么多年 只有只有我跟我的徒弟是这么写的 然后呢 然后那个那个 所以以后你们就这么写东西的 你们就出去看代码吧 就不管他认不认 他一定是就是从咱们这个派系出去了 真的 让我想想我看看怎么弄啊 这个更麻烦真的胖胖虎 你真的你要你要感受一下你就感受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胖胖虎说 不让我们用汇编写代 这让我们用c++写 是吧 所以你第一步你就得怎么样 你就得把这个东西给它还原出来 那么这个怎么还原呢 EDX是一个类 那么这个类是什么类呢 这个类 EDX 那么这个是应该是一个生成类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我让我先给它起个名字吧 那么这个我们叫做引擎吧 好不好 好 引擎类有了 那么有了引擎类以后 引擎类会生成一个data类 那么所以我们接下来还得再生成一个类 数据包类 有了数据包类以后 接下来还有一个类 发送数据 这个地方又有一个类 发送数据是它的一个虚函数 虚函数你往往来讲 你看 把这个放到了ECX 所以它还是引擎类的一个 它是引擎类的一个积累应该是 但是它是一个虚函数的这么一个类 但虚函数因为你不知道 没有一个积累的这种条件 所以这个地方就我们往往来讲 不会把它还原成圆函数 而是把它还原成一个新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地址你直接得到就可以了 是吧 直接得到就可以了 除非你能够把它大部分那种全还出来 这个时候你再用这种虚类的设计 所以呢 租到县城后用C加写的感觉真的很爽 对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是吧 那么这个是发送数据 发送数据 发送数据 这个我们还倾向 这个它也算引擎类的这个内容吧 对吧 然后接下来第二步的分析参数吧 生成类 生成类在这个地方 看它的两个参数分别是什么内容 111是吧 那么它的两个参数分别是7025和0 是吧 7025和0 这个是7025 这个是0 所以它是两个 就是它没有返回值 就是它 它是两个参数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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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参数 两个参数就是两个参数 那么接下来这是它的这个函数的地址 接下来我们说要用它的函数地址 那么函数地址是edx 是吧 这个edx 它也是算出来的 我看在上面应该是有个算的过程 edx 这个地方是我们自动得到了 edx 大哥 你在哪里 从这个地方算出来的是吧 虚函数 那么这个我们就不用算了 我们直接用它的一个固定的这个地方就有 它的地址是491d0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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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有返回值的 说错了 所以还得引入一个头文件 我现在给我们做一个颜色的颜色 其实我们的颜色 是有返回值的颜色 我现在给我们做一个颜色 我们做一个颜色的颜色 是有返回值的颜色 我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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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名称可以不写的吗 可以啊 OK4C91D0 OK 记下了 Data 那么接下来再回到这个地方 Data 我拖一下 28那你看完了很快了 我的传奇就不在异道云这里发了 都是学反而挂的 我的传奇就不在异道 我说怎么返回对不上 好 这下能对上 那么这个函数我们就还原完了 这第一函数还原完了 接下来再还原它的第二个函数 函是引擎类的 在哪呢 在发送数据的这个地方 是吧 在这个地方 这个函数好像是没有返回值 一个参数 没有返回值一个参数 那么看一下这个EX等于多少 好嘞 EAX在这儿 这个函数它是一个参数 所以它的返回类型是为空 这个函数它是为空 不是其实教程没有什么好坏 就是就是这个教程没有好坏 就是有的教程可能适合你某个阶段 你比如说咱们课如果对于一个纯零基础的 可能就可能你就其实就不算特别好 然后那个我看人家有的那个教零基础的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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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的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那个弄的那个什么东西 就是弄的那个那个跟莲花画似的 我觉得那个挺好的 但是我说的话我不可能去做那个东西 太太太太太什么了 就是太体力活了 那个事 然后那个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去选择自己是适合的 这个就比较好 上面再定义一个定义一个函数指正 好那么我们把发送数据也给他还原来 那么这个地方这个类型肯定是对不上的 所以这个地方要做类型转换 好OK了 那么这个就OK了 是吧 OK了以后 接下来要给他俩一个初始化的一个情况 然后把这个PROC和PROCV1也要给他促始化的 那么这个地方要给他促始化的一个情况 CREATE DATA在哪呢?在这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写错了? 这个491D0 上去截一下 4C910来改一下 那么这个如果你们实际用的话 这个地方是需要重定位的 我就不定位了 因为这个游戏它本身没有变化 但是为了严谨实际用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我们不是第一天就讲了吗 讲了这个机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是需要去重新弄它一下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就不去搞这个事情 这个地方还不能这么写 我刚想起来 不能这么写 那么我们就等会儿 等会儿想别的办法去弄它 这个好办 是不是 我会儿想起来 我们不就像它们 就像它们一样 那样的 大机子的一样 这边有点 这边有点 没想起来 好 这边有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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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胖虎 还能跟得上吗 你 是不是跟不上了 我都跟你说了 这个比汇编更难理解 你还不相信我 没骗你吧 你说这个前面要不要加那个什么 要不要加群主认算符 得加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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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写了我就直接抄吧 data的这个主包的地方 在这啊 嗯 那么两个参数 第一个呢是长度是吧 哦 不对 说错了 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才长度 Buffer和长度 然后它的地址是这个 没有返回值 就没做到 因为我和你一起来 点赞 我把你还没做到 那里 我把你的手放在里面 我把你拆开 我把你拆开 我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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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点下课 今天可以多讲会儿 今天晚上因为没事 昨天是我们那个 昨天有一个朋友 然后我们就出去 昨天晚上我跟修上台见来了 修上台明天过来吃饭吧 我们一起 他这样搞的这个好处其实就是 这个东西你们将来就写套模板 你知道吗 就是把这种常见的 比如说空的 然后两个参数的 把这个东西都给他写好 写好以后就就就就好了 主要不在 不是他一直不在 昨天晚上那个我出去玩去了 然后去KTV 然后他那个给我打电话 打电话我没接 然后然后我就生气了 那生气管事吗 好 看一下这两个长度啊 这两个参数 我看 第一个参数是buffer 是吧 好 没电话 指針 表达式类型 必须包含 没有问题啊 在暗示什么 没有 别闹 你是哪的人啊 你能说出这个话来 稍等这个地方从苗改一下 这个也算分装完了 接下来呢 这里也涉及到一个所谓的初始化的一个问题 也涉及到一个所谓初始化的问题 初始化就给它在隐形里一套 全套给它初始化了 4A CE70 我们老家就大概会说这个话 4A CE70 我瞅瞅 4A CE70 有问题咱们再调吧 不难 这个不难 在我们的正数的项目 山西哪的 我也是山西的 我老家山西的 镜中的 镜中也这么说 等一下看看哪有问题再调哪 然后大体上看应该是个大差不差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用它了 是吧 开始用它了 那怎么用呢 在我们要用的地方先引入它的一个投文件 引擎点 好 这个引入这个就全引入了 引入以后 首先得有一个它的指针 115B0C0 再了 115B0C0 0C0 115B0C0 115B0C0 215B0C0 210B0C0 0189B0C0 115B0C0 这两个参数我再解一下 深层类它的两个参数 0和7075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长度的这个主包的这个内容 这个主包内容它前面是有一个附加的内容的 附加内容我瞅瞅 一共是7个 一共7个 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没错吧 1234567 01A03后面是 我天呐我点错了 重新再开一下 刚好截一下它的这个分包的一个格式 因为远程线程调了函数调完了执行了renton之后会发生什么 你去你去逆向调一下呀 这么简单的问题 然后回来明天回来你给讲一下 我们回来一下 新小包 好了回来了 回来以后接下来研究一下我们这个包的这个操作 说的内容123456 那么它的数据包的内容是 它的长度是10个 长度是10个 0A 12345678 90 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数据 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给它研究一下 复制到剪贴板 然后跑起来 先建个文本文档 然后用来去看一下它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的话是123456是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个12345 12345在这数据窗口跟随 那么这个时候后面就变成12345 它的长度是9个 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是吧 刚好是12345复制到解析板 那么我们通过这两个数据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这个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 首先这个010106是吧 那么这个06很明显是什么呢 06代表的是后面的这个长度 后面这个长度 这个内容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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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度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05你看 所以这个12345一共5个吧 所以这两个是一段 这两个是一段05 配合这个00我们目前不认识是吧 不认识 那么我们就倾向于认为它两是一个 这两个是一个 前面0102 0102这个东西是我之前分析过这个0102这个问题 01就是你说话跟你说话的这个频道有关系 02在这个游戏里是一个序号 那么等一会我们就就就再告诉大家这个序号是个什么意思 这个序号是个什么意思 你也可以再看一下 这一次应该就是变成了03 所以这个是03 那么这个序号有什么用呢 我们以后再说 我们今天先不去研究这个问题 或者我们做完这个东西再给大家弄 那么为了方便我们控制这个事情 我们稍微把这个东西简单的操控一下 0102是吧 长度不应该是个Dewer的数据类型吧 你说这个长度这个不是这个很明显是一个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 我看着我看着没问题对齐了上面四个吧 st对齐了吧 这个一个错了 这样的话就确实没对齐 这样就对齐了 来 上面没有这个这样对齐了 一个一个是吧 刚才那个不应该用新号 然后这个对了 这一个是什么战略的地方 我看着没问题 这些就是这个对了 这个阶段的地方 这个阶段的地方 我看着没问题 那这个阶段的地方 这就是这样子的阶段的地方 这就是这样子的阶段的地方 现在我们在这个阶段的地方 就会做一些阶段的地方 那么可以用新号 我们在这个阶段的地方 好 好 然后拷贝过来 这个时候拷贝的长度是这个长度 这个数据包我们就拼接完成 数据包拼接完成以后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主包发动数据包 数据包就是我们这个-buff的地址 那么这个就错了 这个地方那就不该用一个差类型的操作了 因为它这个数据包它不见得是一个差类型 它可能是一个lp world make data在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长度 那么这个长度要稍微算一下 我们长度刚才是我看长度是这个的长度是多少来的 忘了 这个长度好像是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是吧 10个相当于你数据的这个长度再加上一个4个是吧 数据长度加一个4 加4吧 行了 那么这个代码呢用C++写完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可能会出错 出错可能也是细节问题 但大体这个脉络就这么一个脉络 泡泡我是不是发现更难懂 你先给我说走来 然后我一边调一边让你感受一下 data make data 这个什么意思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在哪呢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在这 什么只要出了个错是吧 然后还有个bug 把粗糙画给它完成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在data这个地方 没有给它粗糙画出来 所以我们还得把我们成员变量给它粗糙画一下 月初过两天也要来 都在月初在北京 然后那个但是我要走了 我估计我估计月初可能 这个是没有发动成功的意思啊 还断线了那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调一下看看我们这个地方是哪个环节出了错啊 是阻包的地方还是还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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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装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去这个od里面给它loat一样 没有 就是月初估计来一段那个月初估计来来一段时间也就去上班的 月初完了让它回北京找一个好点的工作 现在他们那公司给的工资太低了 我看我们一共调用了三个函数 上面还有一个确实在他呢放哪儿去吧 这个时候ecx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创建的所谓的类 上面他应该有一个create data的地方 看看跑哪儿去难道是7075 这个地方错了我们那个操作类型应该是7025 这个我记得如果没错应该7025 这个地方错了 07075我记得是反过来的吧 应该是7075再上0再下 让我去结一下 结一下 我记得是5075 这个地方错了 我记得是5075 这个地方错了 我记得是5075 这个地方是702500 那么我们参数的参数错了 和顺序也错了 702500 我记得改一下 7025 7025在前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探数的调用有没有问题 下一个探数的调用有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 011那么11代表了我们这个长度是吧 总长度15 这个也没啥问题 然后接下来他调用了这个发送数据的这个内容 这个时候是我们组合好的这个数据 那么来到了我们这个位置 我觉得也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试一下把它发送出去 7075重编一下 好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我没有没有这个这个就没有就看不到我说的话了是吧 你看他这个时候我们找个人啊 找个人找个人你就能够就让对方看起来 我就换一个层次 嗯到谁在长安 热初你来这给我截图了 这个在别人的那个屏幕上看到我们是把话说出去的啊 就在在咱们这个屏幕上看不到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他这个原因就出现在了我们这个序号的这个地方 这个序号代表的是你发送的第几套消息是吧 这是A3那边给截的图 他那边收到的消息消息是吧 收装备 跟我们这个在代码里设置的东西是一样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分析完 然后把它还原成C++代码 然后调用C++代码 那么其实如果只是为了写一个这样的测试的小功能的话 用汇编是最好的 因为那个今天泡泡虎非要坚持想看一下 我就让他看了一下 看完以后他会发现这个发现这个更难是不是 所以这个这个是在做大型的项目的时候 我们用这种方式 那么用好以后呢 第一代码的可疑阅入性非常的简单了吧 对吧 你看首先引擎初始化 然后通过引擎来生成一个生成CREATE一个这个数据包 是吧 然后呢把我们这个数据包呢 利用数据包的这个make data 把它分装成某一种这个数据 然后呢序号设置了 这个SN设置为0 这个序号 然后这个弄完以后呢 发送数据包 所以它的优点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其实来到你对于你的更新啊 你的管理也会非常的轻松 应该说我们将来更新的时候在哪儿更新呢 你只需要更新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东西你比方说你做成自动更新 或者做成一个其他什么东西 就完整就弄完了 每次不都是加一的吗 这个不需要加一是吧 这个不需要加一 它这个是个什么原理 我跟你说一下 我告诉你这个是个什么原理 军警来了 你要干嘛 要钱是吧 这号没钱 这小号 就这个是这个是 大大哥我现在工比你这好多了 你给我一个这个干嘛 不要太破了 你天哪 还能商店买的 哎不是你这打出来的 你这好像是 那么这个序号 序号在逆项里面 它是每次都是加一的 那么这个序号 你先弄清楚它有什么云 它是什么用途啊 它什么用途 就是我们先要弄清楚 为什么这个地方 你发出去的内容 你看不到 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序号设置为多少了 设置为了一 设置为一 它代表的是你在你在发送的第一个内容 就是你发送的第一个第一条消息 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没有发过消息 就是在你的客户端上是没有记录的 它的这个工作流程是你在客户端发送一条消息 那么在你客户端记录 发送成功以后服务器会通知你你的第一号消息 发送成功了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个编号是做这个作用的 那么对于我们本机来讲 反正我们是通过风包发的 客户端原本它就没有记录 所以这个你不管设置是几都没有用 你也不需要让它依次递增 这个只是告诉服务器 那个服务器给你回馈的一个信息 所以这个无所谓 明白了吧 那么这个在别人看来 这个信息是总是能够看到的 这个总能够看到的 就大概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好 那么接下来 大家你们该去学会学院 现在知道了吧 就所以这个课得一点点看 从头到尾的看 你不要问你跳过来看这一段 可能你今天你就跟不上这个 所以胖胖虎你发现是不是 你有很多课需要看现在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分包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是吧 经纪到时候要钱不给他 然后我把先把这个录播先给他关掉 对进入扯淡时刻 进入扯淡时刻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还有一个 就是你今天咱们搞的是这个散的函数 你QQ上发给我或者发给助教也可以 就开始打广告了吗 今天就不用打了 今天就能听到这个时间还没走的 基本上来讲 就不需要打广告了 都知道那个什么了 然后打广告应该是刚才写代码之前那个时候打 忘记了 Auto什么意思 这个是一个新的语法 就是你对于这个函数的返回类型 我们编译器是知道的 对吧 编译器是知道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写Auto 他会自动的把这个返回类型 就Auto会变成他的这个返回类型 所以Auto会自动推测T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 明白了吧 Auto就是T是一个什么类型 联系看两个多页的直播 所以你得看负费客 看直播是看直播 反正就是主要是看一个脉络吧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数据类型就相当于是我偷个栏 我不想写了 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用途 然后这个还比较好的 怪物形态ID与形态的联系 除了从创建的时候还用那么好找 啥意思也说这个你先研究研究研究完了 你你跟我汇报一下 我说我我都没有想过说去找这个怪物形态 类型推断 这个其实不能叫类型推断 这个还有哪里好找 我想想在数在人物数据里交叉比对能能能耗招待吧 然后这个不能叫自动推断 其实自动推断的话 应该是我们TypeDif 不是TypeDif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一个Auto和Decotype的区别 Decotype其实叫做类型推断 那个时候我们用在多泰的地方 就是函数的模板函数等等 用在那个地方 一般来讲Auto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 我们一般来讲正常来讲 像这个是完全能够用Auto的 就你相当于省的事你不用关心他什么类型 看其实还比较好用的这个东西 钱又花没了真不进化 可以了 你这还有这么多钱了 各十百千万十万六十多万 数据结构是这样的 链表这个东西你正常按的课看 就是咱们逆项课是这样的 逆项课就是主要是出现一个新东西 我就会把它讲一下 链表我们在设计hook引擎的时候 我们是自己会手动写链表的 所以你写过一次链表 那么你自然就你就知道 因为你现在还没看到那儿 你不是现在还在基础吗 所以这个你肯定会懂的 数据结构不用看 就有兴趣自己可以研究一下 Windows里那个修改内存的函数怎么用 修改内存的函数 write process memory 那个很简单 你就直接看一下文档 一个复活档二段我买了15个 真是对真说爽 大家赶紧研究研究 这个游戏我们可能过段时间会换一个比较正式的版本 现在是一个临时的一个版本 我这个死了我也没闹 我的天 嗓子好疼 今天 然后今天我们的课就结束了是吧 分包从分包结束了 明天后天我们看看补充点什么 然后我这两天可能准备准备收拾收拾 我就回北京去了 然后回了北京那边安东好 我们直播什么的就恢复一下 这就是全恢复了 然后我去减个肥 因为现在胖了以后 这个工作效率确实是下降的 我去去年大概一天能工作18个小时 就去年这个时候 你们可以问去年来的学员 他们就他们每天都在问一个问题 说你到底什么时候在睡觉 就找不到什么时候睡觉 就基本上来讲每天三四点在 然后第二天很早又起来了 现在不行了 现在睡的时间也长了 而且睡醒来这个效率也不行 所以大家也注意身体吧 这个扛得住吧 你说啥扛得住吧 扛得住啊 那会儿没问题 然后不就是胖的 就人一胖以后呢 这个整体各方面都下降 因为结婚了吗 我没结婚呢 我没结婚呢 好不好 我还想再多谈几个女朋友 我说实话 我觉得现在结婚 现在结婚有点亏 就一个男人就是 一个男人就是这个 飘了没有飘 就是一个男人 我觉得一结婚 好像就感觉这辈子也就那样了 是吧 反正总有点不想结 结婚再谈那就叫出轨了 那个不好 我不急 但是你我倒不急 我倒不急 但是你也得考虑别人啊 这有时候不是光咱们自己的事 这个东西 我感觉结婚很开心 有家庭了 结婚很开心有家庭了 那你想想结婚以后你得 嗯 结婚以后你得想想吧 想想 你想想 在北京我跟你说 在北京我跟你说 一个孩子一年 几十万吧 花的少点 二十万最少吧 你想想念幼儿园 然后每天回来给你要钱 这个压力太大了 真的这个这个别人这么恐怖吗 差不多吧 你想想 现在孩子报培训班 他都报疯了 就我一朋友给了我七万块钱的发票 然后就他孩子那个 报那个补课啊 什么报培训班的那个发票 所以这个 来我们长沙定居吧 你在长沙的 真的假的 其实我倒有心来在长沙买套房 长沙房价也便宜 而且夜生活又好 妹子又漂亮 其实我倒挺愿意在长沙待着的 那你们来公司玩啊 就长沙的这个 长沙的夜生活 你们是想象不到的 就是 就真的是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象 长沙是一个这么好玩的一个地方 哼哼 长沙爱滋病泛滥老大你要小心 我说夜生活好是 大半夜能找到吃饭的地方 你以为是什么 我吃个饭还吃出艾滋病来了 胖胖我已经想歪了是吧 我还没体验过 那你说妹子漂亮 妹子漂亮就是那个什么吗 就是服务员特别漂亮 那你吃饭的时候弄个弄一个弄一个分解坐你旁边 你还吃得下吗 那肯定吃不下了吗 那肯定妹子漂亮肯定对你这个吃饭是有帮助的 不然我怎么长这么胖的 来长沙以后胖了30斤 来长沙以后胖了30斤 然后这两天减了点了 减了点吃快餐嘛 不是就正减就蒸的时候吃饭 修生明天你们没事我们聚餐一起聚一下吧 刚好咱们学员也在 我要走了 他们可能也最近也要走 所以现在我们人最多的时候 刚好给你们介绍几个人 彭博啊 然后奋斗啊 嗯 然后你们反正你们几个肯定能合作搞事情 都比较机灵这种 而且我我明天新来的长腿小姐姐也要来 那个我今天今天我看了一下 就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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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漂亮吧 但是腿还挺长的 然后新的助教要来了 那小姐等我好 你跟小姐差不多小姐刚到 然后你就要来了 叫什么名字还没给他刺名呢 我明天给他想一个叫E什么呢 一巴掌不合适吧 一条细 大哥你这过分了 来助教咱们课是不是设置到10点啊 9点半呢 那你不早出来我在这尬聊什么呢 我哎哟真是的 那他没有没有人提醒我 你怎么这么不善良的吗 我还以为到10点呢 我在这可这样找话题聊聊聊 今天大家也不活跃 你知道吗 就光我一个人在这找话题 这这 多聊会儿吧 聊什么可以聊会儿 接着我也没事 接着我等会儿就是录录客什么的 小欢呢 小欢开除了 这个学的难吗 有点搞不懂 也不难 也不难 就是先学基础 基础完了以后选方向 然后linux windows 先了解系统 然后了解个框架 然后框架完了 然后接下来深入走走 其实没有多难 就是一年你咋也把它弄明白了 然后再想赚钱啊 或者想工作啊 再精进上一段时间 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这个东西反正难是没有那么难 就是看你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第一是决心吧 就大概是这个 聊下次次名的问题 我只要想到机械智能 机械智能应该是搞嵌入室 那个需求更低 但是如果搞机械智能的话 对算法要求会好一点 那么看看你具体看这个情况 但是但是这个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机械智能这一块 我觉得前景不是那么好发展的吧 前景倒是好 前景倒是好 我还叫易推倒 这都是些什么人 这都是 然后那个行了 不不不 量子计算机对计算机有影响吗 我看那个九张量子计算 很牛的样子 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然后他那个就相当于什么 就是他比特位宽 我们正常来讲现在是二净制了 到他那个地方 他可能就变成N净制了 就是因为一个量子态 他能够标同时代表0 也能同时代表1 就是通过薛定谔的猫的理论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东西离真正最后 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觉得现在 反正也是这个时代的东西 那么未来可能还有 还有一些更新的一些东西 但是这个我觉得什么公司呢 我能参加吗 你说什么公司 AA55 放心吧 他就是真的去弄这个东西 也一定是通过咱们现有的这个技术体系去延伸过去的 他不会说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所以你们许的东西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他不会说这个东西最后就没用了 他一定还是以我们现有的这个工业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了 然后才能出现新的东西 不能说包抗击一下出来一新东西 是吧 呃 你可以你可以来 就学完之后你可以来 你们说要去长大聚会的 呃 啊 爸爸又睡觉了 睡吧 你以后不许打扰我 嗯 你在干嘛 讲课 现在100多人替你吹牛逼呢 嗯 不是 10点还不下空你知道吗 学生们最讨厌的就是老师脱堂 我不是老师 那你脱堂也不要脸呢 行了 咱睡觉吧吧 拜拜 嗯 嗯 反正量子计元机这个我觉得很早对咱们影响影响还还没那么大 把这个关了啊 长沙我们聚会是 反正你们在长沙的就来呗 你现在 你现在在长沙吗 你在长沙 你明天就过来 明天刚好明天我们刚好留个合影吧 明天现在我们关键是不在啊 不在不在等你来了再说 嗯 嗯 没事我现在身体挺好的 在杭州啊 在杭州不行 那你等你来了 等你回来 等你回来 等你来 然后我今天就不跟大家多闹了 我一会儿去喝点水 我休一会儿我去录课去了 然后大家早点睡觉啊 然后我给前前两天有这个同学让我给调是bug的 我给调一下 这个线上哪个看多 你你在月录去 我也我也在月录去 我们也在我们都在月录去 嗯 那个欠入市的钱就好吗 欠入市不挣钱 欠入市相对比较简单 然后需要点硬件知识 但是挣钱挣的少 这就是欠入市 然后反正谁家家最赚钱的肯定是逆项 然后其次服务器开发 但是逆向的是钱没那么好赚 就是这个对你本身的素质要求会比较高 就是这个 然后但是欠入市明天我们一飞用老师就来了 就是他是中南大学硕士 他是做做那个欠入市的 他做欠入市的 他之前在华为做 就华为的那个海思海思的那个就是做芯片 然后那个那个他结婚去了 他明天他就来了 来了以后他给你到时候你让他给你烙一烙这个相关的这个东西 那个整合无痕注入那个在后面会跟出来吗 就是你们先雨浪 那个你们先研究研究 就无痕注入那个 你们先研究研究 那个是故意给你们留了一个坎 让你们自己去研究一下 都明白他是为什么不行 那么后面我们在讲一些项目的时候 我们会重新 比如在讲雄雄传说的时候 我现在在讲雄雄传说 这个我们到处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 做一个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一个架构 就是首先我觉得假如我们做雄雄传说 我们就不做这种的了 因为这个不适用 我们要做到肯定是做一个中控台 然后所以你们要把那个远控项目看一下 我把无痕改成DR了 不要窗口 那就没问题 那应该没问题了吧 然后你要还有如果没有窗口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了 然后我们到时候看看用哪种方式做 基本就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鱼浪 那个 你不要窗口以后是不是一切功能都正常了 正常就是无痕不行 不行 反正MFC那个不行 呃 无痕不行 就是就是你把它放掉 不可能 你把它free library 你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失败了 这个free library是不是失败了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失败了 我遇到一个这个bug 我天哪都无语了 就在那个文件夹里的那个模块就释放不掉 然后这个我觉得跟Win10的操作系统有很大的关系 到时候我还得专门去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现在Win32还有必要学吗 但是有必要了 这Windows就你不是32 64吧 它两个东西差不多 肯定有必要 用MFC失败很容易理解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MFC它本身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类 那么这一道涉及到内存分配 那么我们那个的原理是什么 我们原理就是把这个模块给它卸载掉 卸载掉因为有MFC的类 那么这个时候就肯定造成了内存泄漏 你在恢复掉的时候它就崩溃了 对吧 大家学得好就都知道 都知道这个东西 然后所以说为什么就一般来讲 我就比较排斥这个东西 假如说你自己设计的一个框架 这个东西就相对来讲比较好控制 那么将来我再教你们一个方法 以后看看我们把这个逆向弄完了以后 我到时候再给你们告诉你们一个方法 其实这个东西方法有很多 但是现在这个操作系统不好玩了 像以前那个操作系统 你可以直接在那个地方给它 在它那个free library的地方给它搞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因为没有办法 只能用我那个方法 那个方法就是得不用MFC 或者把MFC释放内存的那个地方给它hook了 也可以 那么大概就这几个 但是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放弃MFC的可能性更大 然后我们到时候看看群众传说做的话 我们可能要做一个中控一类的这个东西 换Qt Qt我们试一下 Qt它不也是基于类的吗 然后我们看Qt行不行 我没试 你们试 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你们试如果没问题 那么用那个也可以 然后我就MFC太难看了 MFC难看你可以美化 这个是可以美化的 用GDI能够做的很好看的这个东西 难看确实是挺难看的 对的 而且也有皮肤酷 那个IM后台到时候就会有皮肤酷的内容 行了别的不多说了 我那个联合学自己搞一个 咱们现在想搞事情太多了 搞不过来说实话 这一步步来 今天把群众传说搞完我觉得 群众传说我自己带的搞个两三次 然后接下来就让我们学员搞 然后明年我去搞驱动 然后今天我就撤了 然后大家早点睡觉 明天还要上班呢 拜拜 通信的前途怎么样 通信我们学的大川老师是学通信的 中科院的硕士 然后反正正的还行吧 通信反正差不了 拜拜 老师会驱动大哥多稀奇啊 我天哪 会有个驱动就 很稀奇吧 这事啊 怎么怎么结束来的 我怎么结束不了啊 好了 我这个鼠标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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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鼠标点不了